今天傍晚6點40分 苗栗通宵站發生了電車線斷落 導致無法供電 單車單線的區間列車是無法通行 一直到晚間9點半 已經有超過2000名的旅客受到影響 初步預估明天凌晨2點才會搶通 至於電車線斷落的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 再來看到一名警察的故事 而高雄有一名路人 燃下了交通警察回報說有路人路倒 警察一開始還以為是民眾喝醉 就倒在路邊 但沒有想到到現場查看之後 才發現路倒的竟然是一名洗腎患者 因為身體不適而倒在路旁 人警就擔心發生意外 是一邊介護一邊陪伴 最後才順利讓家人把患者借回家 警察巡邏的路上突然被人攔下 妇人緊張的說 原警一聽立刻掉頭火速到達現場 接會的時候可能想說可能是酒駕的啦 不然就遊民 那沒有想到到現場的時候我們發現 各位中年男子他真的是躺在那裡 車水馬龍的路間竟有人很躺 警察未免意外發生 一邊疏導交通一邊擔心的問 原來60歲男子剛從醫院洗腎結束 獨自騎車返家突然身體不適才停車躺路邊 所幸家人接獲通知立刻趕來 兒子跟警察一起將虛弱的他扶上汽車 身體最脆弱時還好有警察在旁守護 謝謝 看著患者平安啟程返家 兩位交通警察終於能放心 繼續未完成的巡邏工作 大愛新聞陳一貞成立委高雄報導 今天是狗年 不過要帶您來看的是這一群不幸的忙小孩 這是位在南投草屯的一處狗園 主人收養了300多隻的狗 有些是流浪狗 但少部分的是寄養的 那是狗園的主人